我本身是生物醫學工程的博士 然後我現在是美國全球最大的 基礦科技公司裡面的副總裁 在跨這個過程中 事實上有很多科普要 有很多這個struggle要conquer 那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怎麼樣證明你不是scientist 而是你可以做這個管理階級的 這東西非常非常重要 那讓我從這個比較算 人家叫做科學家跨到這個領域的 一個就是我參加的一個公司 叫BCG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波士頓顧問集團 那像這種大型的國際管理顧問 他會訓練你 不管你的背景是不是做財經還是金融的 他訓練你用這種全新的思考模式去 培養一個新的概念 那我在BCG短短的那一年多 學了很多這種管理的 帶人處事的 還要怎麼樣幫這種大的世界 大的這種公司解決案子 那這個對我像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因為我本身 從我的理由看起來是很聰明 有博士 然後 牛津大學 哈佛醫學院 馬生米工 我都讀過 那更重要的是說 在這樣管理階層 人家不是只看你理由 人家看你有沒有那個能力去管團隊 你有沒有那個領導力去帶一群人走一個方向 但走這種方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在管理顧問的過程中 它是讓你跳板 可以讓你跳的比較快 然後參加管理顧問 或者加入我現在的公司 那這個跳板會跳很快的 另外一個原因是 你在學習怎麼樣帶人處事的過程中 至少在美國 美國是不太看年紀的 美國是看實力的 所以如果你有實力可以證明 你可以帶人 或者是你可以推個一個新的產品 或一個新的方向 帶領公司得到更多的收入 人家看到你有能力就直接給你職位 所以我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 升到這個副總裁的這個位置 事實上AI這個詞 大概不知道 從科幻小說 還是這個很多年前 可能你說五十年六十年 就已經有了一個字 所以這個字本身不是一個新的字 但是是到了 因為現在網路的發達 現在4G 然後大家都有智慧型手機 在這種萬聯網 Internet Connect的情況下 再加上智慧型裝置的成本越來越低 那個硬體的成本越來越低 現在做AI可以做得比較出來 就是說之前科幻小說寫的那個東西 現在在這個醫學界 製藥界 藥廠界可以做出來 那最主要有三個大點 第一個大點是 以科技的成本降低的情況下 我們怎麼樣利用科技 去做更大的數據分析 那做數據分析的時候 你在AI裡面有很重要的 叫做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你怎麼樣讓這個你的電腦 能讀得懂醫生護士的語言 然後怎麼樣成功的去了解這個語言 然後轉型成電腦聽得懂的語言 然後在電腦聽得懂的語言 然後在電腦聽得懂的語言 情況下呢 在這個臨床上 在製藥上 在開這個處方上 可以給醫生一個全新的方向 去超過減少人質成本 這是第一個技術 第二個 這個AI方面很重要的是 叫做Operation 這個Operation裡面 當然有很多很多細節 但是Operation最重要的是 平常很多產業可能是 A連B B連C C連D 就是說它是一個傳統產業 你一定要走 A B C D 才能這樣連成 但因為現在有了AI的過程 你可能可以A直接跳D 也就是說 之前傳統產業 不管是製藥過程中 還是在處方開藥過程中 原本一定要走的這個流程程序 B跟C就可以把它切掉了 你可以一直從A跳D 那這個跳位的情況下 是非常非常 這個商機是非常非常大的 可是只有真的做得出AI的人 才能把它做出來 因為你把B跟C拿掉的情況是 你A語言到D語言 要結合得一絲不漏 讓D語言程式的人 可以聽得懂A語言 之前是A轉B B轉C、C轉D 那這個情況下 是都很傳統 大家都懂 但現在從兩種 之前沒有連接的語言 要完全連接他們的情況下 你怎樣創造一個新的方向 那這個除非 除了你Hire 我們Hire全球最好的電腦工程師以外 電腦工程師也要有一種 生技的背景 這樣子才可以更了解 因為如果你只是Hire一個 假設我去Hire Google或 Facebook 最低下軟體工程師 他對生物或是對醫學 一點興趣都沒有 雖然他寫的程式再好 他也沒有辦法達到 所謂的健康跟生技的結合 第三點 你在講AI的過程中 AI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你不能否認 AI要成功 你一定要軟體跟硬體完全的結合 那我們現在在看一個很大的趨勢是 很多人他寫的軟體就把軟體寫得很好 然後認為他只要可以讓他的apps 或者是他Google search泡出來就很開心 網頁寫得很漂亮的很好 在硬體的部分 大家可能想到台積電腦或紅海 他們成本可以越做越低 他們金面可以越做越小 他們這個processing speed 越來越快 但是這兩個產業要始終真正的結合 才可以真的把AI到一個新的境界 現在做硬體的人會說 我也懂軟體 做軟體的人會說我也懂硬體 但是我自己看了這麼多 然後案子 我覺得他們兩個現在真的超過10% 大概只有10% 也就是說我覺得如果真的硬體跟軟體 以後可以互相釀對方 融合到50% 就是50的地步以後 AI可以到一個全新 至少在這個healthcare裡面 到一個全新的這個方向 然後可以帶來更多更多新的產品 是現在大家完全想像不到的 台灣現在最大的缺點 像也不是只有我講 應該全部人都知道 我們台灣大學畢業 或者是碩士剛畢業的薪水實在太低了 OK 你們可能聽人家喊過22K 或者是支 之類的 那我可以跟你說 大概20年前 修瓦斯工人的薪水大概也有3萬5 OK 那你現在台大畢業的才2萬2 和20-30年前那個通貨膨脹是更低的 對不對 薪水部分一定要先解決 不管是以政府的方式解決 還是以大公司的方式解決 你沒有最好的薪水 你只會讓台灣最好的人才 流失到中國大陸和美國 就這麼簡單 不是說他們不想要愛台灣 而當這種大公司 像我國曉島最好的人才 我在台灣看到最好的人才 我可以開10倍的價錢請他到美國 我就這麼簡單 我開10倍的價錢請他過去 你說他要不要來他一定會來 你說他要不要來台灣他愛台灣 可是沒有辦法 我開的價錢太誘惑他一定要過來 所以就是說台灣沒有辦法開這種價錢 第二除了薪水以外呢 台灣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就是台灣雖然在喊口號要製藥 要搞科技 但是台灣沒有一個真正的 所謂的一個生態系統 去運用下一代這些生物科技的新創 所謂的生態系統 雖然台灣現在像你們 大家可能聽過要加入incubator 要去國外戲谷 要去參訪 但是你做太多參訪 畢竟那啥是別人的東西 在台灣這個報道上 很少很少有這種 就所謂的產學合作 然後台灣的VC 中文怎麼講VC 創投 對 台灣的創投 也跟美國創投 假設給的錢一樣多 但台灣的創投 要的那股份要太多 導致於最好最好最好的團隊 他們會去跟美國的創投要錢 美國創投可能給你 三到五百萬美元 然後說我要你百分之十的公司 百分之九十你自己擁有 你創辦人自己擁有 聽起來不錯 台灣的創投 我見過大部分的案子 如果有人願意給你三到五百萬美元 台灣那些創投大部分要百分之五十一以上 百分之五十一什麼意思 他們擁有那個公司 所以公司又不是國方的擁有 國方只擁有百分之四十九以下 國方的失去了擁有的權利 以後 創投等於是擁有這家公司 那麼 那平常的這個 每天的這個生產作業 還有新的這個科技 沒有辦法來一個更更新的這個 這個叫創新 因為創投開始擁有了 所以去回答你剛剛真正的問題 機會在哪裡 機會在於台灣年輕人 我現在是很自私的講 我講的是那種 假設你很聰明 你很有能力 你只能夠搞出一個 全世界創新的一個產品去賣 的機會的話呢 我個人認為台灣不適合你來 你可能要去美國 你可能要去歐洲 甚至中國大陸都比台灣機會多 不是說我是台灣人 我不是說我不愛台灣 只是說你問我機會 台灣現在這個時機點 跟政治沒關係 跟政府沒關係 是整個現在台灣生產的生態系統 如果真的那種非常非常成功的 一定還是要去戲補過郭士頓 再有在Healthcare很快 然後最後一點就是 這也是不是想要批評台灣 但是因為我在亞洲 跑不太多國家 也增加太多人 我們台灣學生 相對來講 英文跟其他亞洲國家 比爛非常非常非常多 所以台灣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台灣的學生 至少在語言溝通方面 不是考試的 台灣學生考試考得很好 是講跟說跟寫Email 英文上能不能更進步 這可以達到的話 台灣在國際 不管是跟BC要錢 或者是跟國際賣產品 可以賣得更好 那台灣的英文 還要更加進步